秀琴卷欠债风波?与美人这么看。 与美人对于秀琴欠债风波这样说。 图特约记者吴正章社。2018年3月17日。 综艺大子与美人与副总统陈建仁夫妻, 小鬼黄鸿生、吴康仁等艺人与六位一连名摩金。 17日现身唐市政基金会20周年感恩秀活动, 与美人受访时,谈到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秀琴欠债风波。 她直言,大家法律的知识不够,这就是为什么要透过经纪公司处理。 秀琴被正女透过媒体爆料,说我有她欠债38万元的收据。 秀琴则透过媒体反驳,明明是直播的费用,怎么是欠债。 对此,于美人表示,我觉得大家法律知识还是不够,为什么要透过经纪公司? 很多人觉得经纪人跟经纪公司非必要,但专业经纪人会帮你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,不会烧到你,这绝对是一种保护。 而且现在太多代言,直播,置入,跟以往的类型相比太复杂了,到底抽不抽成。 本来就应该有专业的人帮你把关,专业的把关,平常的经济费当保护费,你都觉得很合理。 一个事情出来就会很麻烦,我觉得有经纪人的制度,对你来说是一个保障。 副总统陈建仁到场致辞。图特约记者吴正张社。2018年3月17日。 对于月底即将录制的卫视中文台新节目,与每人保命到家,月底要录了,我觉得很精彩,内容不可以讲。 我只能跟你说,主持人家来宾超过17人,大致做的类综艺节目,他很亲。 是格多年再次在该电视台再开节目,他透露原因,因为是卫视中文台,我对他有很深的感情,当时出国回来接的就是卫视中文台,名人三温暖奠定我很多基础。 对于录制新节目是否有注意事项? 他笑说,我要怎样把事情讲得好玩,还有我听不懂,听不下去的时候,要克制自己不要翻白眼。 话语一出,现场笑声不断,他随即强调,翻白眼不是我不高兴,是我在放空。 对于录制新节目。